- 大家好! - 大家好! - 大家好!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款遊戲 就是非常適合多人一起玩開派題專用的這一款 就是我們的寶可夢劍盾 - 劍與盾 - 對!劍與盾 - 大家抽! - 沒有錯!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款就是我們要跟大家玩給大家看的劍與盾 - 它有一個銅魂的主機 - 對!就是我們劍與盾的神獸部分有兩支特色基因在上面 - 後面有我們的兩支劍盾封面神獸的一個我們的主機 - 還有我們的這個主機的特色的按鈕 - 我們可以設計我們的自己的髮型 - 那我現在馬上會帶大家去看看這是我們的髮型 - 其實寶可夢這麼久以來很少會有這種 - 應該是說第一次史上絕無前例的有這個衣服店跟這個頭髮店 - 重點是它還可以化妝 - OK!好! - 為什麼它都會一直不都彎到彎 - 喔!你要按跳出去 - 應該要動出去 - 可能設計師覺得你在猶豫 - 它不敢幫你剪啦 - 這樣子 - 好!很快的我們就已經換了一個新的髮型 - 這邊你可以選擇要購買什麼 - 服裝這樣 - 沒有錯!有各種不同的服裝啊 - 襪子啊、鞋子、帽子 - 甚至連包包都可以 - 包包都可以 - 我們來戴個眼鏡好了 - 威靈 眼鏡 - 我和你嗎 - 還可以啦 - 還可以啦 - 這是今天眼鏡的部分 - 好!那我們就這樣了 - OK啦 - 就這樣出去 - 它的視角的部分是自由視角 - 加上使用3D - 3.0的3D的這個模組的部分 - 它會變得更加的寫實 - 還可以在這片大地上做露營的一個動作 - 而且可以看到我想要怎麼轉 - 想要看天空、看地板 - 都可以 - 都可以 - 它也接成了當初寶可夢Let's Go的特色 - 就是說 - 它可以這個有 - 寶可夢會在草叢中亂入 - 你也不必怕說你會被寶可夢碰到 - 就是你要去閃它 - 天氣的部分你看它現在有下雪 - 它把天氣的這個雪化部分 - 做得非常的零零盡致啦 - 可能還會有晴天或是下雨的感覺 - 沒有錯 - 那這個天氣是寶可夢的一個賣點 - 那我們前面有一個我們急劇化巢穴齁 - 那教大家判斷的方法就是我們閃 - 閃光的就是代表極劇化 - 比較深刻的 - 大家看看可愛的極劇化的踢場胸 - 非常有震撼力喔 - 喔 - 現在快贏了 - 它是不是死了 - 還沒嗎 - 沒有沒有沒有 - 快贏了快贏了 - 什麼就還沒死 - 浴江的鐵火也沒有成功 - 欸 別招 - 欸 好像馬達 - 唉唷可以喔 - 可以了 - 可以抓它了 - 它可以選擇捕捉或不捕捉的部分 - 當然要抓啦 - 球那麼多 - 當然是要抓 - 都抓了 - 它還會亮手環 - 然後把寶可夢球 - 精靈球變大 - 然後會 - 丟進去精靈這樣 - 沒用什麼 - 它超可愛的 - 超可愛的 - 然後OK - 我們今天的這個幾句話的部分 - 我覺得是亮的 - 有看的 - 是 - 而且是第一次使用幾句話 - 對 - 這是這款遊戲的特別之一 - 其實 - 寶可夢公司越來越有趣 - 對 - 上一代之一 - 讓歸層出新嘛 - 讓大家除了在收集寶可夢當中 - 還有不一樣的樂趣 - 你可以看到呢 - 我們盾版本的寶可夢當中呢 - 有這麼多不一樣的新角色 - 對啊 - 你最喜歡哪一隻 - 我覺得這隻還滿漂亮的 - 當然是這隻啊 - 你不覺得它看起來很像某個卡通人物嗎 - 彩圈小馬對不對 - 是 而且你看它的 - 彩叉小馬 - 他的尾巴看起來很像那個冰淇淋 - 很好吃的感覺 - 明花糖冰淇淋的感覺 - 是 - 那盾的話我們可以抓到限定的這個 - 我們的小火馬 - 是 - 也就是彩虹小馬的部分 - 那只有在盾能遇得到 - 那劍的部分當然也不落得很高啦 - 我們有這個 - 我們最帥氣的大蔥鴨 - 進化完之後 - 第一次開放進化 - 以前其實沒進化 - 你兄弟 - 哈囉啦 - 我跟你電腦 - 你跟你 - 喔我跟他 - 嗨鬼師通 - 什麼 - 大鱷子 - 大鱷子 - 大鱷子送來的鬼師通 - 要好好趕快鬼師通喔 - 那我們看 - 鴨這邊也是有交換到的 - 我的大鱷子 - 這邊呢可以收到 - 我們要收到我們的大鱷子了 - 對 - 那我這邊也有鬼師通的部分 - 那喔 - 142號 - 這是第一代的寶可夢 - 非常的懷念啦 - 反送過來就 - 嗯 - 不會進化了吧 - 好厲害喔 - 什麼 - 一交換 - 你一換到新竹的身邊 - 你就給我進化 - 這樣對嗎 - 對 - 那有一些特定的寶可夢 - 要針對這個 - 這個交換性能升級 - 那也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- 那我們以後 - 每週三Live - 成豪康的部分 - 也在同一時間 - 與大家見面喔